透过参加环境认证竞赛 机会教育礼民一起维护礼内的环境工作 新庄区今年共有35个礼别参加 而且全部都通过了市府的环保局评比项目 从三星到五星级都有 此外在这次融合五星级的礼内环境认证 有六个都是新任的礼长 其中龙凤礼也是榜上有名 108年礼环境认证计划 新庄区共有35个礼别参加 而且还全部通过市府环保局的评比项目 区长朱世荣对于礼长用心守护礼内的环境 获奖的亮眼成绩是最好的证明 今年新庄区参加新北市政府的礼环境认证竞赛 总共新庄区35礼参加 35礼全部都获得三星以上的奖项 7礼可以说是第一次受获得这样子的荣耀 那其中更加于予以肯定的有六个礼 是去年新任的礼长 也就是说呢 他在去年12月25号上任之后 即刻推动礼内的礼环认证 并获得新北市政府环保局这边 五星认证的荣誉 新庄区共有35个礼别通过认证 尤其荣获五星级环境认证 这次则有六个都是新任的礼别 其中龙凤梨也是榜上有名 来我背后这些是各级名义代表送来的喝彩 那这边特别感谢区长对我们的肯定 环境整洁我们本来就是应该做的 我们会持续的一直去推动 那欢迎热心的朋友想做志工 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行列 那在这里谢谢我们参与认证的所有的里长的付出 那也期望我们更多的里长投入我们环境认证 环境清洁的行列 那在这里再次谢谢新北市政府举办里环境认证的竞赛 那也希望我们新庄的环境 在里长在我们区民一起投入之下 能够越来越干净美丽漂亮 从三星到五星级的认证这项殊荣都是里长和志工们共同完成的 因此对站在第一线位基层夫的里长来说 他们也希望透过参加环境认证的比赛 机会教育里面一起维护里内的环境工作 记者黄又贤新庄采访报导